非常快啊 看红队非常快就已经贴上来了 这个球员 对吧 他就贴到后腰这个身后 剩下两个在抢 但是右边呢 右边就只能是逼到这 在这前场三到四个人在抢这个球 他刚才手边的这下 传球呢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这两个人在这 他硬要往这个中间传 解雷出来 再打到进区里 形成一次攻门 就是这种后场 后场的传绑呢 没有说特别绝对的 一味的要去开大脚 或者说一味的去做传控 你要看具体的场区 具体的场景 在什么位置 这个球究竟是攻转手 还是手转攻 还是本方就是卡了 不卡了 卡吧 你倒是退出再近一下 看一下 有的人要卡 可以先退出啊 可能每个人的网络情况不一样 这边看得很清楚 IT客白队呢 它是双中位 这个直播 昨天我也说了 这样的双后卫的站位呢 它既有的时候是中后卫 有的时候就是双后卫 一旦它两个人拉开 就成一个双后卫 现在没有卡 这是他们直播的时候 稍微卡了一下 就是它直播卡 所以呢 我就导一下 看小将这边 他今天 这个阵型 因为一直没有一个大的这个角度啊 所以当然再看看他们是什么一个阵型 2131白队 这个看得比较清楚 那我刚才给大家看的 就是最开始给大家看这个3D这个图呢 就是显示大概是白队这么一个阵型 你可以看一下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 你说它是1232呢 或者说2131 它有一个人可能会撤下来 它这个人可能会撤下来 往下一点 就成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31 但是它的位置可能比较灵活 包括它撤下来之后 跟这home这个中 可能会形成一两个平行的双后腰 对吧 这我昨天也说了 我说这种搭配 可能攻守上会平衡 略显平衡 但是这个也不一定 因为正好是刚才在这么一个场区中看到的 并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清晰 那我们继续 这个来回转可能这个时间上会有些 就这 大概是这对吧 你看它现在回来之后呢 中场就这四个人 小调那边是后面两个 可能也有一些阵型上变化 我们看一下 一般来说呢 球摊看那个比赛呢 一上来就要把双方的这个阵型要看一下 然后关键位置上的人员 是不是它 这种习惯的这些用人 或者说会出现一些调整 还是这么踢啊 给到中后背 然后向边上打 爱踢客踢我 儿子舞人质 巴比 这什么意思 这个场景我们看一下 小将是一个232大概啊 这个大家能看清了吧现在 中区的这种角度就能看到两个中 两个后背 然后中场三个人 他中间还是一个 然后前面顶了两个 来看他这个会不会有些变化 就是也就是他16号 今天16号叫靠上啊 不知道这是暂时的呢 还是因为刚才他有一个像进去里前叉的这么一个 镜头 两个中后背在中间 两个边前位落下来 这怎么了 不好意思啊 这是应该他们当时直播的时候就到三分钟就结束了 这第一节 然后呢 我们只能是跳了第二个文件 这样 这在进区的左边有一个任意球23号队长来打 前几场23号队长打的是一个中后位今天他可能比较靠上啊 他跟23号跟16号两个人推在前面 这就是一中区的打门 有时候这个 因为他这个慢动作来会串啊 一会慢动作一会是这个事实的画面 所以可能看的有点别扭 很明显就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对吧 无论是阵型小将这边无论是阵型还是人员的这个位置上都出现了一比较大的变化 呃他在中间用的是42号就昨天我说他可以打前腰的这个球员把16号小郭呢顶到了前面 呃看看这个是什么一个想法 这球有点危险了 但是刚才他这个抬脚这个动作呢 一般我我一般很少聊这个判法 因为这个就是处于足球的一部分 但是他这个抬脚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 而且他获利了 最主要是他获利了 对吧 向前给到左边队长在左边一扣 继续还想马赛 又一马赛 然后还是往里 其实那这个球能控制住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看一眼 这球打到边路他能把这球能控制住 这时候 其实他所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很简单 因为两边的队友 这两个人已经开始插了 对吧 然后中路也在插 他现在给这个都可以 或者他自己往这边再带 给到这边 这么一看呢 这一侧有这么多的点 对手的反击的机会 但是中后位低下上的很很及时啊 这第一下 对手第一下停了 但是他紧接着那个有点反弹 就这一下 上抢呢 就是在对手犹豫的这么一下 很坚决上抢 19号 还是打起来 两根有一个换位 16号26号 32号23号有一个换位刚才 没有 哇 还那么远呢 补水 你觉得补水 我还补水 倒一下 这个直播是我 我在直播 在线分析直播 比赛是昨天还是今天 哇 今早提的是吧 嗯 我刚刚听 刚才志鹏在说这个直接外球的这个发力 嗯 但是在波兰呢 反正有些国家现在接外球 些人这都还是用脚踢 还没有开始扔 还看这个球 我不是教练 我不是教练 这是很好的一次啊 回传向中间打 对手这第一下 出现了问题 然后直接打 其实这个就 你看这就是编路 刚才23号 这次回座 对吧 之前我们说了吗 有时候在编路的时候 出现问题 他五人之类比赛呢 一侧出现 你比如说一向一对二了 然后你的这种回传 然后给到中后位 再向一侧打 或者他刚才是直接往进区去打 造成了对手这个中后位的失误 捡到了一个二点球 然后直接打门 这球很可惜 打到进区里 那今天16号 16号小郭等于是顶到最前面 跟这个队长两个人 然后打中后位是19号 还有这个 这是几号 这也是 这是 这是叫什么 那小孩 有啥好建议 我就 我就不再说了 更好的发展平台 我那反正不容易 直接打 世界波 我刚才看那个留言 我没有看 我没有看到这人以球的前后啊 看一下 进去以外围 二点球 这个19号的上抢时机特别好 刚才 包括他刚才抢对手中锋 你看他这个 咱们看这二点球 对吧 二点球的实际上 这俩人15号 应该是最近的 对吧 顶出来区呢 也是他应该可以覆盖到 嗯 但是你看19号上的一些儿呢 就好像他的决策要更快一点 你看 大家看 这个球下了 我们看这左边这孩子没有什么太大反应 但是19号是有的 如果他这下不上来的话 就比较贝多 就这人以球刚才看了 倒一下 因为这个比赛比较多啊 如果今天能把第二场看了 我们也看一下第二场 两边呢 搭桥 漂亮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 咱们看啊 咱们看 这是守占员没有给中后卫 直接打了一个对手的一个中区 大家看一眼这个时候 这就白队啊 白队的防守 这叫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球出界之后 对手手面在捡球这个期间 这个白队他们在防守的时候在做什么 这么一看就很清楚了 他有点走神了 他前面这两个人呢 上去了 但是也没有在防守 他中间这几个人呢 你看 他整个的感觉呢 都好像是在往回走的过程中 然后对手这个门球就踢出来 然后到这他右边的这个边前位也没有 也没有集中 就是在这个16分钟左右的时候 这个专注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样呢 给对手一次 向回 然后边边前位给吸引出来 包括他的后腰也被吸引出来 42号这件非常关键 然后给到边路一对一 往内走 其实他这球往外是不是 19号真是可以啊 他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呀 石门乌晓那个 王一国就那个感觉 他就很专注 就他能做出来这些东西 因为他比较专注啊 在场上各个位置 你看他这时候在这儿 对吧 他现在靠后一点 中间的那个孩子是几号 没看清啊 他没给 就是有的时候呢 打中后位的 你包括因为我自己的儿子也打这位置 昨天我给大家给老朋友看了一下 他跳级打一三的比赛 打这个右中后位是什么样的 有的孩子会在这种场景的时候他会退 他他会犹豫 他怕他身后那个空间 包括有的教练可能也会 喊 别上 别扑什么的 然后怕呢 打身后 他上来这个空间 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不是 不是不会 因为现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脚头都够了 都能打到 但是大部分情况 如果你退 这就比较被动 结果你看他上这下是非常重要 对手也是要 他也是有一个想打长船转移的这个架势 大家看一眼啊 结果就因为他一上影响了 影响了对手这个整个的这个动作的 完整度吧 他已经摆出已经摆开了 他并不是说那个假动作啊 要假传 看16号的位置也可以 这个球传的有点深 这样出界 再看他这个位置 就是他等于弥补了这个空间吗 就是边前卫上去之后 他的这三条线 怎么能保持好一个距离 如果19号不上 他拖在后面 这个空间就太大了 对吧 对手可以带 可以转 大概是这么一区域 这样他的上前提呢 添补了这个空间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防守 反正小将的各个 0910的防守都是这样的 不断的去给对手压迫 压缩这个空间 这个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呢 国际足联的技术统计小组 的总结 最终的总结报告 就是说 现今的这个世界足球 在中区的争夺是最激烈的 包括三条线的前提 就是甚至包括 首面中后位置的这种前提 比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 要向前更多了几米 那个报告我在去年12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就是对于二脸球的技术统计已经列为非常重要的这么一点了 所以我在直播中经常会聊这个看似挺那个挺像那个这种什么呢 就随机球但实际上他中间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 如果大家能够 去注意啊去去专去稍微琢磨一下就能找出其中的一些 一些方法吧 中锋会 你看19号这种 压迫侵略性都可以 他是一上一下这两个中会 带来到边路去补 这个被过了 还好 手边出击及时 发动反击的机会 还是往左边这一侧打 借外球两个点在接 但是五个人已经靠过了 所以 你白队 他是在 这种边路的借外球呢 你如果不快发或者他没有太多的移动的话 那对手很快就把这个空间也给你压缩了 你接下来的处理就比较被动 就现在足球呢 这种侵略性的所谓侵略性的防守的就是将 被动化为主动 就是我怎么能让我这次防守给我的本方能够获得更更多的机会 让对手出现被动 出现慌乱 对吧 就包括在19号上抢那下 本来是对手左脚想往一侧打一对要件的转移 结果他上来 这个一逼迫 等于吓着对手了 让对手出现了一个瞬间的慌乱 这样他这球就没穿出来 到最后他还丢了 这就是从被动防守转成主动 去抢一个先手 对手在 这个白队在禁区的左边的一个人一球的机会 前点 二连球捡到 这球比较危险 这么长的资格 跟 résult片 你看 这个 3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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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 但是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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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白队的这个后场的问题呢 就是他这两个中后卫跟后腰之间的联系不是很多 包括他刚才后腰的位置 就是你要决定了在后场做这种传导的话 那你中后卫拿球的时候后腰还在前面 提到前面很远的地方 中后卫出球点就只剩下边路这么一个了 那对手很容易就预判到 对吧 然后给你直接在本方 在你的半场就把这球给拦下来 基本上没有太多够中线的机会 这是他一次中锋的这种格能力 把球空下 但是他一打三就比较难 这个球给跑 还有二点球这个两个人就比较像都二点球弹出来 然后对手还都减得到 给这卡比较多应该是直播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 这个我没办法 遍路突破 左脚传到进去里 这样两节比赛结束 现在有多少人听了 有人听吗 我看有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十四十五分钟 那就是对手的一个二什么的 二一 二四一 或者是一个 或者也可以说二三二 对吧 然后对小江那边也是一个二三二 小江那边变动还是比较大 昨天我们看的是三三一 队长在中后位的位置 二三号在中间 然后两个边路 今天呢 等于是二三号顶到前面 十六号也顶在前面 然后用四十二号打在中间这个位置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 所以他这个变化的直接限制住了 对手 尤其他后场 他的后场呢 明显他不适应 他没有又没有太多调整了 基本上 他的后腰是有问题 白队的后腰这一点是有一定问题 大家你前面两个人就等于怼死了 对吧 就跟下棋一样对走了 我们进入到第三节这应该是 这IT科学俱乐部呢 北京呢 我们曾经 我们家哥哥参加过他们的 他们在五一也就是这会儿 那都是五年前的事儿 18年还是17年 他们在五一期间 在北京的一个马场 顺义的一个马场 然后改造成了这个球场 办了一个杯赛 那个时候对这俱乐部是有一点 那可能应该他们刚刚开始 刚刚开始做情绪 17年18年的时候 这个转移有点意思啊 太难了 在这个场区 转移到这个区区 空间不够 一遍 那间看了 这边是一个小战区 然后我们也有点 那是一个我 那是一个小战区 那是一个小战区 前腰 对吧 闹就说了 他更像是一个前腰 所以他打这个位置都没问题 吐前 然后靠后一点 防守也很积极 可惜后面这就是后来 后面没有上 大家看一眼这个场景 三条线的距离 其实中间是顶着的 42号这个点是没问题的 现在这时候呢 右边这稍微走神了 对吧 孩子这都很正常 你看他在退 这个就 你看他明显他在退 对吧 就刚才我说的嘛 我说第一节我说那19号他没退 这个场景呢 就右边这孩子退了 他一退这空间出来 然后再去顶 给了边路 对吧 他的后腰是有 他有一定能力 但是感觉 不是很清楚 你刚才在这个位置 带看一下 看他把球控制住 这就可以了 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后腰来到这个区域的话 我特别爱画这个线 对吧 你们的前面这三个人在这儿 如果中间那个能够及时向下 撤到这儿 这时候你往内线是有道理的 对吧 你是为了跟他有联系 但是他没动 那这个球就要赶紧回传了 你好不应把这球控制下来 面对对手两个人的这个 压迫 那头腰在这儿 在这儿是绝对不能丢球的 所以你必须要处回 不回 咱们这么一丢 就比较麻烦 可惜这个上的一下 也没传好 这样呢 又是19号 大家看啊 所以这场比赛 我觉得 19号的这样的发挥呢 就证明他是可以打 他比较 他批的真谛有点像 像我们家弟弟啊 就这种 昨天 现在有朋友在吗 就是昨天我们最后看的这个 利沃夫 乌韩的利沃夫的这个一三队 跟我儿子那个队的比赛 这个就是我要求我儿子做的 就是我就 就如果他打中后卫啊 或者边后卫 他一定要经常会 上去逼 你如果拖在后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被人家一对一的面对 这么着去过 就非常的被动 这样到26分钟 19号有三次这样的抢前 对吧 而且他现在充当了什么一个角色 不光是他本质的这个区域 他充当是一个帮助后腰 实际上这是后腰 这是边后腰的提法 就是我昨天也说了 我说你三个后卫呢 这个两个 这左右这两个人 如果能够 老跑到后腰边上这个区 对吧 我昨天那个比赛 在一三的这个波兰孩子这比赛 他们曾经就有一个场景 就是右中 就算右边吧 右边后 左边后都提到这个位置 在后腰的身后 保护这个区 大家看一下这个 我刚才暂停 我实际上不是为了让你们看那个 这两线间的这个有多少个人 但这么一看正好 对吧 有三个白队的 如果19号不让上提 那中间这个白队的人数是占优的 他们占据了大部分这个空间 对吧 所以说说这个阵型呢 他就是一个 拔球的这么一个位置 但是随时随着球的移动 有球区域的不断的变化 你这个球员是怎么去理解这个空间 包括对手的位置 还有队友的位置 这都是先生看空间 然后看对手看队友 19号又一次 这第四次了 对吧 如果这场比赛做视频的话 就可以给他做一个 就是他的这个向前的强段 你看 这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 这个很清晰了 他两个点都怼死了 后腰也怼死了 对吧 33 那什么也没办法 只能是大脚开开也没有开多远 但是他中锋的一点还是有 这不是中锋的一个 又被19号给抢了 这是第四次了 我们看见这个 其实他这球停的已经很好了 对吧 这还可以 但是他犹豫 因为没有出球点 他没有想好 就要往前带着 就其实就是这多了这下 然后抬头的一瞬间压力就上了 第四次了 第四次了 非常清晰的强球 哎 还空着一下 给到边路 这个球裁判没有吹犯规是有一点问题 看一眼 这球肯定是犯规了 往里 这被后脚 支撑脚被绊了一下 这肯定是犯规球 但是因为本方还吃球 所以呢 他可能是为了考虑这个进攻有力吧 但是毕竟他二三号这球是传丢了 我觉得裁判应该吹 无所谓 下脚快感对抗 对 但是这个一切的一切是基于他的脑子 然后才是他的这个脚下快感对抗这些 如果他没有这个提前的这个预判的话 他再快 他可能未必 他能赶得上 护板都掉了 是 护板都掉了 解围 这有些卡顿啊 所以他会跳 视频也会跳一跳 我看一四的比赛呢 因为我自己孩子就是一四的 所以我也挺想了解一下 国内现在轻讯 同年龄段孩子什么一个情况 包括我自己 包括这个 他哥哥也是09的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轻讯比赛 我们拿来用 这个平台他不会找问题 不像 这个职业足球 职业足球 抓一条 来用 这很快 看一会儿 这就看一会儿 这也有点 看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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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有点 就19号是吧 我刚才说了 我一直在说19号 原来的比赛呢 我也会 我都会注意到这个孩子 但是他今天出现在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反而还更能体现出他的价值 就是他如果这么踢的话 其实他往中路打一打 打打后腰都不是说没可能的 就是一旦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说实在呢 除了你比如现在42号的位置 比较靠中间 那其他位置呢 你比如包括16号的位置 其实上下移动都很自由的 你说他是前锋啊 或者你说他是前腰呢 这都看看这个具体的场景 所以这19号你看这第五次了 这是桶 这是没有直接 没直接抢下来 但拦截了一次 对手又不弱 对吧 他能有这种发挥呢 在其他场次是没有那么明显了 这样他能够帮助中场的这个防守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他一个人的比较难 就是他一个点 对于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啊 前后的这种 向下的能力 左右的覆盖的能力 这个要求就比较高 尤其是球道一侧之后 如果你 你的两个边中 其实现在这种八人制比赛的中后卫就更像是边中卫啊 他又既要成为中后卫在中区 在中间这个地带负责一定的防守的区域 包括出球 他也得像中和边后卫一样 去来到边路协防 包括去前提去给予对手的这就是帮助后腰 因为后腰的职责是为了在中后卫身前筑起一道屏障 对吧 但是现在这孩子太小 他的移动的能力有限的话 那两个边后卫边中卫的话 那你就得一个人做两个活等于是 对吧 时不时就要提上来去帮助他解决那个两翼 就是后腰两边的这个空间的防守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小强踢的比较顺 尤其他的防守比较顺 还是19号在这一路的这种 基本上压制住了对手右路 他的右路没有看到 包括他整个球队我现在也 这个白队好像身体还可以 但是其他的确实是完全被限制住了 出球的速度还很快 能出球还有硬度 他打后腰但是我没见过啊 原来没有看到过他打后腰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就总体感觉这个孩子确实是比较专注的 就是评估一个球员呢 首先要看他是不是投入专注 你要这种起伏比较明显的话呢 就说明这方面还不够 但是这是一切的基础 但是这是一切的基础你的球伤是建立在专注的这个基础上的 如果你不专注你再聪明再明白再懂从二维转三维三维转二维的这种概念 你不你都没有进入到这个比赛中那你再聪明也没用 东老师研究了一晚上是 他这个变阵包括这个23号的前提 限制住对手 但是我之前没见过这个球队啊 这个白队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特点 还在下面踢 相信在下面较劲 所以我基本上我这声音都开得很小 我觉得较劲呢 这也都无可厚非了 就是毕竟这个足球本身就是一种荷尔蒙释放到顶点男人的运动 你甭管是踢的还是场下看的 还是参与都是所有的参与者都会很投入 那就是你怎么能够释放对吧 你是把这个劲呢 释放在去想办法解决这个场上的问题呢 还是说去做那些无用的事情 这就这就倪人而异 下面是三分钟崩了 这都剧透了你们开始 我是只知道结果不知道 这个过程 开提克很久没打着之前 说全部前水平 全国这个年龄段一档 我好像卡了 就是我一直在说他后腰是有问题的 就是就对手就算对手上来两个人怼你这个中后卫 那你的后腰的移动就需要出现一些变化了 包括一些提前的移动 是你可以拉到这个就是边后卫这个区域 对吧 我们看到当后腰受到压迫 就是这种贴身的这种盯防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琢磨 因为我两个儿子都是踢后腰的 这些我都要跟他们讲 他们曾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就是包括对手 要是对你很了解 对手教练上周的联赛 直接就说把那个高个儿给盯死 那你说他他的这个拿球的空间就肯定会减少 那这时候他就得主动去琢磨 我怎么能把我这空间能保充呢 能够让队友能看到能够接到球 如果后腰拿不到球的话 因为首先他一看他是对视那个打法 要走对吧 从中后卫找后腰的这种这个意思 包括手边上面是给的 这个后腰这个球 那也都是平常的训练痕迹 但是由于他都被限制住了 卡 卡吗 我这边好像没什么问题 你们要卡 你们可以退出 不卡 对 我可以退出一下再进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比赛 对白队来说是特别好的一次锻炼机会 对吧 你平时 你遇不到 遇不到这样的对手 那你平时那么低反正就都够了 那这时候你就要寻求改变 那怎么变呢 你看那小将就变了 对吧 很明显的变化 它不是一两点变化 那你这边你应变怎么样了 那就看 那就看 具体的人了 一般情况下呢 教练员在休息的期间 你的换人 你的阵型的变化 一点漏 咱们 稍微天了一点 没人还是 这边 我们倒入出来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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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后场 你看他的后腰的移动 还是他的后腰基本上都给锁死 对吧 这样你 你平时这个踢法踢不打不出来 其他的这种传球线路 很容易就被断了 他无非就这么几个点 中路或者边路 除非你的中后位 还有一脚比较稳定的长传球 能化解这样的这种高位 你比如说 你个球能打到小将第二波 这第二条 也就是他前面线的这条压迫的话 那就会造成一些荒润 打到进区里 你说的好像自己在上面踢气球一样 我们看一眼他之前的这个一套啊 总算打到进区里 我们看他这也是通过什么方式 还是开大脚 这样你看直接面对对手 一点球19号 都比较稳定 对他只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减这样的机会 意外受伤对it可以实力影响 你们都好熟悉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说看他现在这些场上球员的发挥 还有呢 就是他应变 我觉得他需要一些变化 他没有太多变化 那我就说他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在踢这个位置的时候 的几次发挥 23号 你看这个防守的 这一侧的防守 一对一的防守都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按说呢 你们已经有人上来 还有一个保护了 不一不太应该被对手 这一种都已经停止住 静止状态下的这种球 这下上 然后接下来的防守 还有他协防这下也是有问题 这是要往哪踢呢 对吧 给了一个机会 就咱们国内练一对一进攻的特别多 练一对一防守的我估计还是少 你说这算是很好的一次机会吗 对吧 还有这个小钟的这个停球啊 这里说一下 他这个停球 是非常高级的 哎 有一个重心 这孩子视讯的视频中 我已经有所 他就有一些这样的停球 类似于这样的停球 这是欧洲孩子的踢法 这种停球 咱们国内的比赛看 看这样的停球非常少 这专注度出现问题 所以 进场了 这等于直接发中圈 就就给断了 还是怎么 我们看一下 他不光是停空间 他是什么呢 他主要是他左脚上来那下 是等于把对手的这个中心给一下骗到 就跟我昨天给你们看我儿子的那个边线球的处理 就他先会上一个 他的中心有一个假的变化 他在前脚 所以对手呢 以为他是想停脚下 或者向前挺 但实际上 他左脚上来 这是假的 然后马上打下身体 往这个斜前方停 是这个感觉 就直接在这儿一个段 你看他这个中 他这个中场 这个球员 这感觉就是稍微 裁判没看 哦 裁判 但是真说能做出来的 我觉得没有几个吧 还是不多 因为这需要一定的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他逼的不够 你逼的你离我那么远呢 我做这也没用 对吧 他就需要逼 所以说这一切呢 还都是源于防守 节奏的问题都是 因为对手的 防守不行 所以这样的动作 这是 因为在压迫很 很紧的情况下 然后你寻求一些 停球上的变化 甚至还有些假动作 对吧 像迪亚哥那种 脚弯弯的晃 上半身的这种移动 这都是在非常快的比赛中 他琢磨出来 这个防守很到位 组合卫打突然这场比赛 无论从防守还是进攻端 都发挥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 那就是这两个教练 还有那就是压长 我这种情况 其实就这个比赛呢 就你们刚才说 董老师用了一晚上 对吧 研究对手 包括我之前 我给大家直播 我给我孩子在讲 他联赛的下一轮的 对手的一些情况 老朋友都记得吧 那场我们准备的 也特别充分 把对手的进攻的 主要方式 关键的出球点 包括定位球的这种套路 我都给他分析了一遍 就等于他爸 把这个球探 在刺探军情 说用的这些 都给他讲到 就实际情况就是那样 只不过被对手绝杀了 还是对手的中锋 我们视频里都说了很多次了 反正该提的都提到了 确实你得有准备 备选方案 这些都得有 但是对手呢 你看他的调整 我觉得他没有太多调整 这是 你先别说他效果如何 但是需要 我觉得有些调整 要不就是还是可能球员的 有时候一个高级停球 就是致命的 对呀 这都是 每一个球员 尤其是中后场球员 他所 他踢球 这个 整个的踢球的生涯中 都要贯穿于 各个阶段 就是我们关注的都是他 停完球之后的一系列操作 对吧 比如说我怎么在带呢 我往哪儿传呢 我这球怎么打 但是我们想 我们 我们很少会去琢磨 首先是停球前的 这个观察 预判 决策 对吧 然后呢 我的 我这个球是怎么停 我们老在练停球 说这个球都停的都很 很好了 怎么比赛中还会有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因为 他在停球之前的一刹那 被对手吓到 就是比如上半时 这19号下对手 那个大哥 在传 长传 左脚长传球之前的那一下 上前了 造成对手整个的动作 不连贯 他已经都展开了 后摆都已经出来了 结果他不敢传了 这球 李提香同学上场了 46号李提香同学 埃迪克这是一套打法 打到底 可能原来太好运 他个体也没有 我觉得有 下半 下午半决赛准备的对手 是高压 结果对手摆了个铁桶 铁探马 那就是最后一部分呗 有时候我给孩子准备比赛 也是这样 就是你觉得他会上这几个人 结果人家没上 或者阵型变了 因为由于你 你上一场 他的对手跟 我们作为他下一个对手 也不一样 所以人家也会做调整 这就是应变吧 其实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呢 你在积累了一定程度的这种 踢球的比赛的经验 看球的比赛经验 执教的比赛经验 或者说分析的足球的比赛的经验 他到了一定程度 你就会拥有了那份什么呢 就是第六感 很多时候 他是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 就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为什么他要这么去安排这个教练 或者说织球员为什么要这样踢 他很可能就是下意识的选择 下意识 他突然觉得这个阶段的 这个球有点不对 我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或者他突然觉得 对手这个哪儿哪儿出现一些松懈 那我在什么地方应该去攻击他 对吧 其实很明显有的比赛 因为这种比赛你见多了之后 反复的场景都不断的 不光是场景 我们说场景的决策 因为是多少次场景的变化 然后总结出来 用数字 用科学数字可以总结出来 你这么去做就是更好 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抬杠 说他这么踢也成了 那为什么下一次他不能这么踢呢 对吧 那比赛 这叫比赛 或者说在场上去踢比赛的时候 你也会有这会有这个感觉 在那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丢球 或者说进球 或者中场休息 我们看到很多教练都会有一些调整 甚至对于比赛的这种结果的进程的这种预判 对吧 我都跟大家分享过了 上去年我给我儿子 分预判的一些比赛的结果 在没有踢之前 我都告诉他了 第六感 对 白队的移动还是 就是当你遇到更强的压迫压缩空间的时候 你的移动一定要更快 而且他还是可能不适应 平时他的这种空间比较大 给予他这个时间 给予他去在移动观察的这种比赛更多 所以他突然一下不适应 这就是很明显 就是你对于节奏的不适应 就是体现在这样 后面没啥意思 待会我们再看一场别的 李提强同学 哎呦 可差一点 其实这是他们一次比较成功的组织 我们看见这个 你们着急走呢 怎么评一下42号 昨天评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10号位 这是前场断了 这下稍微 19号还是抢到了 他这一点还是抢到 被对手断了 19号上墙以及21号这个围墙 都没问题 但是他 他有一定的时间去看这个 因为他一直在看球 正好你们不是提到42号 我们再看这个球啊 在对手丢球的瞬间 其他位置球员的反应是什么样 注意大家看 他这个白队的球员可是在42号身前跑过去的啊 对吧 这是他的人 这绝对是他的人 哎 其实他在这个时候都还有可能把这个球断一下了 对吧 就还应该再提前 可能体能下降比较大了 跟裁判抱怨的 他抱怨半天的后腰位置那儿就空了 注意大家看啊 你看就在这么一个 所以我说他的后腰是有问题的 不知道是不是一直是这个位置 你看他的这个移动 他去跑 他跑到下面去防对手的中锋 嗯 这可能是他们平常的习惯 再看一下 因为确实这个白队没有提出来 他自己的特点 又是这样的 刚才那个球也是这样 一个二点 19号还是抢到 他的位置好像发生一些变化 李廷乡同学把这球回传 49分钟 他这个补时还比较长 4比0的球 就这种比分我觉得都 还都是挺正常的 尤其清迅的比赛 经常会有类似这样的 就是你在一个时段突然崩了 或者说不专注了 然后情绪失控 事实上受到影响 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 是确实被限制住 白队整场比赛完全被限制住 一直到最后呢 他们获得了这么两次机会 我觉得19号 印象最深还是19号的发挥 就说明这个孩子可以打很多位置 以后 那大家你们反正也买票了 我们再看一场好吧 昨天是宁波 今天的什么比赛 我还没有还没有素 西班牙人 还是南京啊 这场你们挑一个南京 南京是什么队啊 是南京呢 还是西班牙人小江 北京的一场